辩护人当时问了你一个专业的问题 你是法学专业的 应该可以回答出来 但是你答错了 各位领导早上好 我叫姜文静 你觉得你跟其他的面试者相比 你的优势在哪儿 我的成绩不错 形式法律尤其优秀 而且我的口才也很好 在校期间 多次获得全校最佳辩手的称号 还有一点 我的记忆力很好 我想作为检察官 这一点应该很有用吧 怎么证明呢 凡是我看过的法典 我基本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 能对法典是最基本的 你有其他方式 证明一下你的记忆吗 今天是我第一天来到检察院 但凡我走过的路 碰到了什么人 是如何陈设的 我都可以记得一清二楚 是吗 你说说 一楼大厅一共摆放了十本绿植 从门口到走廊 到这间会议室 一共路过了十一扇门 其中 第七间会议室正在装修 三楼的走廊里 一共挂了十二幅画 其中第四幅和第十一幅 是一样的图案 宣传栏里的内容 是本届全市十家公诉人的 公示名单 尹检察官和余检察官 都榜上有名 尹检察官是第三名 余检察官是第七名 哦 对 上面还写了排名不分先后 我怎么知道这些 不是你胡编的呢 他说得没错 我也有数过 还有 就是尹检察官您 您今天穿的皮鞋 跟您上次在亭上穿的皮鞋 是一模一样 但却不是同一双 您怎么知道 因为您之前穿的那双皮鞋 右脚后跟有一个缺口 而今天的这双皮鞋 却完好无损 所以我推测 您有两双一模一样的皮鞋 我上次出庭时候 穿的那双鞋 右脚后跟确实有一处破损 但是上周我已经补好了 所以今天穿的这双鞋 和上次的是同一双 你刚才已经很好的证明了 自己惊人的记忆力 但偏偏要话舌添足地 收到我的鞋 最后出现了纰漏 我 我 我看过你的简历 政法大学本寿联读 司法考试成绩第一 聪明是好事 但是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作为名检察官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 照相机式的脑子 你怎么做 你现在就没办法 你要去洗测 你得去洗测 还是要去洗测 有没有 因为Quick是 你 牠终了 你还有我 你们有什么 我去洗测 你没洗测 他就要弄乱了 在凌晨上 那成仅是 杨树的 洗测的 你用死去洗测 所以你去洗测 回答出来 但是你答错了 一个人过去的行为 能否证明他本次 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 不能 对 你在法庭上 是这么回答的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一日为贼 不等于一生为贼 但凡事都有例外 比如说特殊的习惯 凶手每次在作案后 会在被害人身上 留一个特殊的图案 那么凶手的这个行为 能否证明身上有 相同特殊图案的被害人 都是被同一个凶手所杀 能 再比如说持续的行为 凶手在一小时内 被人看到 持续殴打被害人 一小时后 被害人被发现 被人杀死 凶手之前的 持续殴打行为 能否证明 凶手在之后 对被害人实施了 杀害行为 可以 王浩对郭杰的推丧 就是持续的行为 虽然你没有看到 最后王浩把郭杰推下楼 但是之前的推丧 能不能证明 郭杰就是被王浩推下楼 可以 但你在法庭上说不可以 要祝他的事 没错 当时你只是一个证人 但是如果以检察官的 标准来看 这样的错误 你就不应该犯了 这帝医友 都没有 证明 我 说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